2009年底,来自中国四川避风峡基地的大熊猫情侣网网和福尼远渡重洋来到了南半球,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 如今,再过三个月,它们就将迎来八岁和七岁的生日。 三年来,它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究竟生活得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阿德莱德动物园为网网和福尼准备了最好的环境和设施。 两只熊猫分别住在700平方米和900平方米的大别墅中,周围翠竹环绕,是动物园内占地面积最大的动物居所。 动物园还为两只熊猫各配备了一名全职饲养员,它们都曾在中国受训,了解熊猫的饮食起居。 网网和福尼每天八点起床,下午五点睡觉。 中午在饲养员指导下进行仰卧训练,对嗅觉听力的测试,以及测体温体重等。 目前,小男孩网网体重为125公斤,小女孩福尼为104公斤。 所有数据均显示它们非常健康。 熊猫的食物主要是竹子和熊猫蛋糕。 竹子的种子来自中国,在澳大利亚本地种植,产量很大。 熊猫蛋糕则由竹子、花果、蔬菜混合制作而成。 饲养员每天会准备六块蛋糕,掰成小块定时投掷。 熊猫平均每天要吃八餐,为满足它们的食欲,同时锻炼它们的嗅觉和行动力。 饲养员每早都会提前将食物藏在假山的各个角落,带熊猫起床后自己觅食。 今年7月底到9月,是熊猫繁殖的最佳时期。 工作人员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和对决。 据介绍,福尼和网网若能顺利产下熊猫宝宝,它将会在阿德莱德度过两年的时光,之后将返回中国。